新冠科研疫情影响全世界三年多 目前比较常见的后遗症 包括了疲倦还有呼吸道症候群 不过在意大利有一名女子 因为确诊之后引发外国口音症候群 先是讲话的时候是忘记自己的母语 而且她写作困难 讲话不清楚被送到急诊 她甚至还变成了超重的加拿大口音 医生说这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案例 而我国在3月6号公布的 本土病例6000多例 创下了314天以来的新低 除了轻症免隔离免通报 有机会在3月份上路之外 近期也会考虑松绑 医护人员轻症诊疗的防护措施 我的病人她中风以后 她就说连医师我现在 很像在老外在唱平剧 讲话团间怪枪怪调 甚至冒出一场串 身旁的人都听不懂的话 大力有一名女子在去诊后 就像这样说写出现困难 就医期间还团用原本不会讲的 加拿大口音说话 医师推测有可能是伤到脑神经 才引发外国口音症候群 会影响到这个语言区 语言区受损了 他的语言表达就产生一些障碍 是不是说他本来是讲中文的 他现在开始会讲意大利文 我个人是没有遇过 这种外国口音症候群是新冠 确诊后首见的症状之一 全球只有100多例 有可能是语言产出的部落卡区出现异常 才会无法控制音调音节或发音 而面对五国六号公布的本土疫情 跌破万例 创下314天以来新低 也是第三波疫情的最低点 防疫措施也将陆续松绑 像是医护人员现行规定 要佩戴N95口罩穿防水隔离衣 但未来松绑后 如果是单纯问诊 只要戴医用或外科口罩就可以 不用说全身全副武装这样子 但是基本的防护 我相信我们医生应该还是会继续做 我们现在的距离很远 我想我会继续维持这样子的距离 但有意识担忧 3月有望上路的清诊患者 免隔离免通报措施 可能会有部分民众 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 才要通报确诊 就怕无法及时给药 配套措施得做好 以免措施治疗时机 记者为天彦凡的报道 台南昆山市场 于台老板做生意的时候 透过监视为一起的画面 就看到了在摊位前 由于阿姨正在偷偷的 把这个鱼货塞进它的外套里 而且仔细看看 她是右手拿了两片鱼 左手再拿一个鱼片 就这个时候塞进了外套 不过下一秒 这个鲑鱼却从它的外套当中滑了出来 而顺手牵羊的行为被发现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女子才把鱼放回去 付完钱赶紧离开 市场内人身顶沸 卖于摊商前也被挤得水泄不通 老板转过头 看了一下监视器皱了眉头 发现前方这位阿姨好像不太对劲 等大双眼靠近一看 发现阿姨左手拿着要买的鲑鱼 但右手却偷偷摸摸 把另一片鲑鱼往外套里面塞 而在下一秒 嗅一下鲑鱼从外套里滑了出来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阿姨手污着嘴 发现被抓包尴尬笑了一下 想打原厂赶紧付钱了事 事发在台南昆山市场 4号上午卖于摊商做生意时 一位阿姨趁店家忙碌顺手牵羊 殊不知过程全都被前方监视器露了下来 尽管老板知情 不过看在阿姨没偷成功 又有乖乖付钱的份上 索性假装没看到 附近摊商说 鳗鱼业者只有周六会来摆摊 而市场也经常发生偷窃情形 事件传出虽然博君一笑 但同时提醒摊商要时刻小心 这有黄富奇台南报道 最近有这样意愿的海报 引发了国外网友讨论 明明是针对胸腔科医师 培训的工作坊活动 但是海报的背景读呢 却是用探考猪肋牌的照片 那么让网友不解说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人觉得说 这应该是黑色幽默吧 不过有人觉得说 这样的类比联想 好像有一些不太妥当 海报背景是一大块烤肋牌 透着油光淋上酱料 让人食指大动 吸引目光 但贴海报的地点则是在医院 看看内容写着 肋骨骨折手术训练 和胸腔外伤处置工作坊 看得民众一头雾水 当然奇怪啊 糊涂嘛 对 黑色幽默 但应该不是大众都可以接受 色系稍微背景再雾化一点 不要这么的直白 可以接受 蛮有想法的 想跟他们当朋友 这张海报红到国外 有网友用英文发问 说为何胸腔外科工作坊 海报背景是探考猪肋牌 想请推特上台湾的朋友解释一下 有网友说看来很明显 他们将练习排骨的烘烤过程 也有网友说 可能只是偷懒搜寻 肋骨的英文而找到这张图片 还有人说 确实比放人的肋骨还吸引人 究竟为何胸腔外科 会跟探考肋骨牌扯上边 医师杜成哲说 每一次胸腔外科的人 被找去吃猪肋牌的时候 都会有人拿肋牌开始研究 然后开始疗习手术 可能是在自嘲外科医师的职业病 其实平常开刀就是要把肋骨给切断 再进去开刀 所以他用肋牌再当一个应育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共鸣 而海报上被点名的医院则解释 海报是年轻医师自行制作 仅供内部使用觉得比较有吸引力 创意海报这回也引发讨论度 这样的机车置物箱您看过吗 有民众在路上发现 一名机车骑士把电锅架在机车的后座 似乎是拿它来当作置物箱使用 结果在网路上引发热议 有网友说他也曾经看过 电子锅被拿来架在车尾 不过交通部陆证司提醒大家 机车后座负载物品 重量跟大小都是有规定的 而且要固定好哦 以免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骑士头戴安全帽 停在车阵中 但仔细一看 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 为什么它的后车箱变那个电锅啊 蛮好的啊 应该是废物利用 可能它这个没办法插电 或没办法煮 煮饭的 感觉是拿来装小东西的 有点傻眼 想说是真的还假的 你没看错 看起来已经有使用痕迹的老旧电锅 就这么架在机车后座 似乎变成置物箱 有民众直呼看好久 才发现是电锅 到底有多饿要带电锅出门 是一边骑一边煮 回到家刚好开饭吗 没想到po文一出 才发现有不少同道中人 挡车后座 除了有人装电子锅 还有人连古早味十足的传统电锅 都拿来装在后座 不少民众非无利用当作置物箱 趣味十足 但交通部提醒这一点要注意 机车负载物品有相关的规定 比如说重量 重型机车不可超过80公斤 高度不可超过驾驶人肩步 宽度不可超过把手外围10公分 有设置行李箱的需要的话 就必须依照规定去符合 虽然电锅的大小没有超过规定 但也要留意必须固定好 否则骑在路上电锅掉下来 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还得吃上罚单 记者桃医生张远杰的推动